歡迎收看 週一到週五晚間8點鐘的 就是娛樂就是要健康 我是儀佩 我們今天要來PK 明星親子料理PK賽的兩位來賓 都是兩大美女 而且兩位都是歌手 又帶來她們最新的作品 首先我們要恭喜是 LARA 梁欣怡 哈囉 大家好 我是LARA 梁欣怡 LARA最近發新單曲對不對 我的新歌叫做Where Do We Go 然後呢 其實就是算是一個曲風上的突破 因為我以前有說過我很討厭電音 但是這首歌它就是算是Airpop 融合了嘻哈 電音 甚至一點點的祥春風 那我覺得還滿不一樣的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 等妳的專輯其實等了滿久時間 我知道 聽說這首歌也是歷經了幾年的時間 人家才創作 才好不容易可以 對 難產了 對 難產 我覺得應該是 因為我在三年前成立了自己的公司 叫美美娃娃 對 所以就是現在等於所有事情都自己來 那自己來的時候 我覺得好處就是妳可以有很多 可以自己handle一切 對 一些掌控權 但有時候handle不來的時候 就是Schedule就會有點低落 對 其實我專輯也都錄好了 讓就是一手一手推出來慢慢來 不要給自己壓力太大 所以一開始第一手是Where Do We Go 對 對 這到時候也會是專輯名稱 所以就希望大家可以期待 那我覺得比較特別是這一次 因為曲風不一樣 所以2月4號會有一個屋頂音樂會 在A7T的Frank 所以是滿不一樣 因為我覺得平常可能場地都是 河岸流氧legacy這種東西 那這是一個屋頂音樂會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來嘗試一種不同的表演 恭喜妳發新的單曲 謝謝 接下來這一位呢 我相信台灣的觀眾朋友 對她也不陌生 因為一首好想妳 真的紅遍大街小巷 四葉草又帶來她的新專輯囉 哈囉 大家好 我是Joey四葉草 這個想送妳的最新第二張EP 冷冷的聖誕節對不對 對 雖然聖誕節已經過了 可是還是 妳可以改成冷冷的新年 對 這首歌其實是我去年在台北 就是發好想念的時候創作的 妳自己寫的 對 自己 但為什麼 為什麼會自己想要寫冷冷聖誕節這種歌 因為其實聖誕節冷冷的 對很多人來說都是很正常 很普遍的 但馬來西亞應該很不正宝 一年自己都夏天熱死了 太期待那種冷冷的 對 然後就是過年過節都很熱的 所以其實我去年第一次到外地 就是離鄉背景 然後打拚的時候 那種心情其實還滿多不習慣 然後因為冷冷的 也有一個人 所以這時候就想到說 是不是很多遊子們到外地去念書 然後去留學 是不是也是這種感受 所以我就想說 我感同身受 就想把這樣的一個心情寫成一首歌 好像一個日記這樣 聽說妳寫這首歌的時候 剛好遇到台灣的超級霸王寒流 然後還下雪 妳有遇到下雪 有 我三天躲在那個 那妳應該很開心吧 因為馬來西亞不會下雪 一開始當然開心 開心完就躲在暖爐旁邊三天 真的喔 待會兒呢 LARA跟這個四葉草都會在現場演唱 請大家一定要鎖定到 我們今天節目最後 當然了 我們今天營養的部分 當然交給我們的好朋友 營養師劉怡玲 哈囉 宇佩好 大家好 今天其實兩位要來PK做菜 想要問問兩位都會做菜嗎 我覺得四葉草看起來 就是不會做菜的樣子 是不是 其實是還滿不會的 對 就是 可是基本的簡單的會 就是因為我很愛喝湯 泡麵之類的 對 不是 不是 不是泡麵 煮水餃 沒有啦 我很愛喝湯 所以我自己有時候會熬 好像排骨湯什麼的 因為我就是胃不好 然後喝湯可以嫩味 所以我就習慣會煮湯 那妳不就是水 然後加一些東西下去 不是 妳要像蝦嗎 妳要像蝦嗎 但我覺得LARA 好像也沒好到哪裡去對不對 我會 對 我現在進階到早餐的這個階段 早餐不就煎荷包蛋烤個吐司嗎 對 煎蛋 然後煎得漂亮 坦白說我煎蛋每天都是靠運氣 就有時候會成功 然後隔天就 這樣子妳會不會找到 像有蛋糕一樣 對 就Why 就是昨天明明是好好的 今天就不一定會成功 但是我也是 大概這幾個月而已 覺得一定要自己能養活自己 就是妳要能餵飽自己 那很簡單 每天下個水餃 煮個泡麵就可以養活自己了 可是妳知道就是 因為台灣實在太方便 萬一妳沒有水餃 妳沒有泡麵的時候 就是直接拿食材 來做成一個 妳可以吃得下去的東西 這是我最近在挑戰 了解 好 今天很難得 看到我們就去樂的節目當中 是兩大美女都是歌手 而且重點是 她們今天要打歌 還得先做菜 然後做菜贏的人 才可以打歌 你們有接收到這一段嗎 有... 有喔 有沒有覺得壓力很大 所以現在一人難當 一人難當 好 當然我們每一集 都有一個特選食材 到底我們今天的特選食材是什麼 聽說我們的小小幫手 也跟我們的外景主持人 大凱一起去了市場 來看看他們今天帶回什麼食材 就是娛樂大家好 我是大凱 今天我們又來到市場市場啦 大凱今天帶了三個可愛的小幫手 但是呢 他們到底是會真的幫忙 還是幫到忙 馬上歡迎他們 耶 我們什麼時候要停下來 跳 來...我們先跟 電視機前面的觀眾朋友說 妳叫什麼名字 我叫Jasmine Jasmine 小茉莉對不對 茉莉花 那妳呢 Rachel 那這個小帥哥呢 Ry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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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我們今天有Ryan Rachel跟Jasmine 三位小幫手今天要來帶 我們找什麼呢 來喔 妳們要幫我看它長得像什麼喔 好不好 來了 火龍果 等一下再說火龍果啦 來囉 1 2 3 火龍果 你們覺得它像火龍果 你們知道這個字怎麼唸嗎 不知道 那我教你們這三個字怎麼唸好不好 這個叫做甜菜羹 兩根 我覺得他們有點難控制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那你們知不知道甜菜羹要去哪裡找 我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我跟你講 等一下等一下 我們 Ryan 來來 我跟你講喔 甜菜羹我們要去 應該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要去蔬菜攤的 好不好 蔬菜攤喔 OK 走 好 甜菜羹有嗎 就剩下最後一顆 只剩下最後一顆 現在很缺啊 現在很缺喔 好... 這個你們覺得長得像嗎 不像 不像 怎麼辦呢 沒錯 它的確有點不像 謝謝老闆 好 沒問題 雖然它是 但是小朋友沒有發現 其實是同一個東西 沒有關係我們再問問 欸 來囉走囉 大聲的問老闆 甜菜羹有沒有 來 1 2 3 甜菜羹有沒有 沒有 今天剛好沒了 怎麼辦 沒關係 還有還有還有 市中市場很多老闆 謝謝 甜菜羹兩根 那這個是什麼攤 這是什麼攤 花攤 唉唷 不錯不錯 蠻好的走 你好 你好 你們要找什麼 這要兩個甜菜羹 有人找到了 你問老闆說 這是不是甜菜羹 這不是甜菜羹 是 然後新年會過了 叮咚叮咚 耶 幫你們自己掌聲鼓勵 耶 找到甜菜羹了 你們覺得長得像不像 像 但是怎麼搞的 這個外面怎麼是土土的 這個是紅紅的 因為這是洗過的 這個沒有洗過 其實剛剛花出來了 是不是這樣子 我們要問問老闆 老闆 我們家的Jasmine說 這個是有洗過 這個是沒洗過的 是這樣子嗎 是啊 來囉 老闆娘要來幫我們介紹一下 甜菜羹要怎麼挑選 剛剛小朋友挑得很好耶 而且市中市場 我們剛剛問了三攤喔 然後他們都說 這一個季節 甜菜羹比較少 比較少啊 為什麼你還有這麼大顆 這麼漂亮 你過的時候要早啊 要特別早就對了 所以這個 甜菜羹平常 台灣盛產的季節 是幾月到幾月 夏天吧 夏季 夏季比較多 夏季比較多 那可是像 我們剛剛看到這樣子 它外皮不是紅色的 洗乾淨就是紅色 洗乾淨就是紅色的 那因為我們都知道說 甜菜羹在這個清洗的過程裡面 常常會把它手染得紅紅的 對不對 那這個時候我們要怎麼樣避免 這個狀況發生 檸檬 用檸檬刷 用檸檬刷 對 用檸檬 檸檬水 檸檬水 先擠一點檸檬 然後做一個隔離這樣子 對 那可不可以跟觀眾朋友介紹一下 好的甜菜羹要怎麼挑呢 肚一點 結實一點 重一點 硬一點 硬一點 這一顆硬度 沒話說 百分之百的 超硬的 那甜菜羹 平常大家都會做什麼料 打果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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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甜菜羹是不能煮的啊 它可以燉紅酒 那對身體很好 喔 大部分都是拿來打果汁 打果汁啊 老闆娘那我們在菜市場 買到甜菜羹 可以 存放多久 大概一個禮拜吧 你要把它包好 不然它會軟掉 所以最好的存放方式是什麼 切開 你如果沒辦法一次使用 要用保鮮膜 或是把它蒸熟啊 用保鮮 先蒸熟 然後要吃多少 蒸多少 對… 不過我們吃到甜菜羹 不管是果汁 或者是做其他的料理 都會有一個土味 我們要怎麼樣避免這個土味 這多少難免都會有 但是應該他們都會夾東西 讓那個土味 那個味道降低 喔 所以做搭配 甜菜羹拿來做一個搭配的料理 對… 然後讓它的土味 可以稍微降低一點 對… OK 沒有人單吃它 沒有人單吃它的 好不好 那至於甜菜羹 要怎麼樣做一個 真正厲害的料理 馬上交換給棚內的 預備 好的 今天大凱幫我們找的 特選食材就是甜菜羹 那要用甜菜羹來PK 做料理之前 我們要來關心一則新聞 你知道台灣人 其實每一年的癌症 死亡的比例都是很高的 尤其是提到大腸癌 最近你可能覺得說身邊 好像常常聽到新聞在報說 多少人得大腸癌 其實有一個數字 講起來非常可怕 你知道台灣 每35分鐘 就有一個人罹患大腸癌 那很多人都想說 那為什麼會得大腸癌 你可能吃高油 高熱量 或是高脂肪的人 那可不一定 你知道嗎 吃素的人 也有罹患大腸癌的風險 炸雞燒烤 人人愛 但不只吃多了 癌症上升機率 會增加最高達500倍 尤其大腸癌 更是連續7年 才年最多人離癌冠軍 近年來還有年輕化趨勢 平均一年新增了14000人 等於每35分鐘 就有一人離大腸癌 每年更是超過5000人 死於大腸癌 大腸癌等國人最常得的癌症 但不只吃燒烤 就有一名60歲老師 平常有在定期運動保養 吃素20年還是罹患大腸癌 加工品像是素肉素排 反覆油炸或是醃漬菜類 食品過油 都是可能離大腸癌主因 被診斷同樣罹患大腸癌 第三期的藝人 余天女兒余苑起 發現後母女倆抱頭痛哭 醫師指出 除了少吃煙燻燒烤油炸物外 凝過30最好定期篩檢 才不會讓腸癌病魔找上門 借王欣諾登麗帶報導 新聞內訪問那個銀行師好正喔 而且該跪就是你吧 頭髮有點亂 不會不會不會很正很正 要不來現身說法一下 因為我們剛有提到大腸癌 台灣人罹患大腸癌的比例這麼高 35分鐘一個人 等於是我們今天錄影的當中 錄一個小時就有兩個人罹患大腸癌 這比例真的是高得嚇人 但是跟我們今天的甜菜 跟到底有什麼關係 台灣人罹患大腸癌的比例這麼高 35分鐘一個人 但是跟我們今天的甜菜 跟到底有什麼關係 其實因為剛剛其實新聞裡面提到 不一定吃得健康 就不會得大腸癌 對 所以其實你在吃東西的時候 真的是第一個 第一個不要吃太多加工的東西 第二個確實溫度 就是不要吃太多高溫燒烤 或是油炸的東西 這兩個其實是重點 你吃素有時候 也會吃到高溫的對不對 所以今天其實我們用了甜菜根 第一個甜菜根 我們是屬於歸在蔬菜裡面 但是它的顏色 你看你摸它 它是不是很紅 然後有時候弄到衣服 有時候會洗不太掉 主要它的花青素的部分 它是很強很強的抗氧化物質 它可以去做一個提高 我們體內的抗氧化能力 所以確實可以預防大腸癌的部分 另外其實在甜菜根裡面 它其實有一個成分 叫做膚胺酸 膚胺酸 它其實它是可以修復黏膜的 所以今天如果你真的太放縱了 吃了一些垃圾食物 加工的東西 你要去等於是有點像保養 修復它 確實甜菜根裡面它就有膚胺酸 它可以去修復我們的一個 腸胃的黏膜 本身膚胺酸它有很多功能 包括比如說小朋友的肌肉的生長 其實也需要 然後老人家如果腸胃蠕動不好 其實它也需要膚胺酸 然後另外花青素的話 其實對我們女生也很好 因為其實對皮膚的漂亮 保濕這個其實都很好 而且它熱量又低 大概100克裡面 大概只有30幾大卡而已 所以其實還滿鼓勵 可以就是在食物裡面 吃一點這個所謂的 這個花青素的甜菜根 聽說好像要預防老年失智症 也可以多吃甜菜根是不是 因為其實在食肢症的部分 我們會希望 多吃一點含葉酸的東西 葉酸 其實本身甜菜根它葉酸的含量 非常豐富 大概要吃多少 才可以達到我們需要量 通常我們甜菜根大概吃個兩三條 其實小小的 就可以達到我們的需要量 了解 對 所以其實它主要是花青素的部分 之前很有趣的實驗 就餵老鼠吃甜菜根 那種花青素的部分 發現老鼠它在走迷宮 很快就走出來了 真的假的 真的嗎 所以它會讓你的頭腦 比較活化一點 避免所謂的一些 那我要吃多一點 我們要吃多一點 我們可不可以今天 就不要做料理 就吃生的甜菜根就好了 對 也會讓小朋友記憶力 比較好 但是甜菜根要做料理 我倒還沒看過 因為總覺得 它好像不應該放在料理裡面 其實甜菜根在國外的料理 很容易出現 真的嗎 例如說沙拉或什麼 可是在台灣真的很少 因為比較少見 對 但甜菜根很好吃 所以我剛剛就說 我們要吃一餐嗎 日出蛋餅 然後你現在是看不到甜菜根 因為這算是我自己的一個 創意料理 就是把甜菜根加在蛋餅裡面 到時候顏色就會很漂亮 它就是一個紅紅的蛋餅的感覺 但是你知道說 Lara她英文這麼好 然後又有很多國外的朋友 對不對 但聽說 你在第一次接觸甜菜根的時候 還給它亂用一頭是不是 就是說我常吃甜菜根這個東西 但是要真的做 跟它不熟 要下廚真的不熟 那我就覺得說 我要做一個甜菜梨麥的 甜菜根梨麥沙拉 對 然後就感覺很健康什麼 然後我沒有想到說 其實甜菜根它 它是一個root 所以其實它跟馬鈴薯是朋友 就是你要先煮過之後 它才會是你吃出來那種 很嫩很juicy的 真的嗎 所以我就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我想說就削一下 要像蘋果這樣切一切 不行 它是硬的 所以你要先煮開 而且它土味很重 很重很重 目前為主 我對甜菜根真的不太熟 甜菜根煮完 其實它會有一點甜甜 有一點接近玉米的味道 真的喔 我等一下可以來吃吃看 那自己說自己沒有很會煮菜的 四葉草菌要做什麼料理 就是甜菜跟糖果卷 甜菜跟糖果卷 可是不要看這個 對啦這個那個 製作單位找的頭片太美了 對 因為它期望太高 你要做盡量相對的 會會會 就是它其實是用那個春捲皮 然後就是包就是有甜菜跟一起炒 跟一些蔬菜跟東西在裡面 趕快來介紹呢 我們今天除了兩位藝人來PK之外 有四位小小幫手 也是我們的美食評審家 我們來介紹的是 Ryan Roy Rachel 還有Jasmine 好 好 四位小幫手呢 對 待會兒就要幫你們兩位 如果有比較簡單的一些步驟的話 也可以叫他們 譬如說攪拌或是打蛋之類的 我已經賄賂好他們了 已經賄賂好的東西了 他真的直接說 你看這裡沒有糖果 對 四葉草姐姐果然是心機還滿深的 好 趕快進入我們今天的明星親子料理 謝謝大家 一開始就是最近對於研究早餐非常有感覺的 Lara先來幫我們做出日出蛋餅 要用的食材有哪些呢 甜帶根一根 冷靜點 中筋麵粉300克 太白粉100克 水煮鮪魚罐頭一罐 番茄一顆 蛋三顆 還有焗烤起司絲 少許 感覺很像是我們吃Brunsch會用到的東西 是的 那些東西就是稍微組合一下 就變成早午餐了 了解 那要怎麼做呢 要簡單的喔 我們的重點是甜菜根嘛 甜菜根 所以其實我們要把它 我剛剛說一定要煮熟嘛 可是還有一個辦法就是 可以先把它切碎 然後變成果汁 就是渣渣這樣子之後呢 你就可以到時候加到麵粉裡面 混在一起 在煎的時候它也會熟 了解 所以你現在這個甜菜根是 只有消耗皮還沒有煮過的 又想吃吃看嗎 我不知道它吃起來 它吃起來它可以生吃嗎 應該是脆脆的 是可以的啊 因為它是蔬菜類 可以 如何 我覺得它是打果豬 因為它有很多纖維 對不對 它有一個草味對不對 它有一個土土的 土土的味道 草草的味道 它的顏色很像草莓 剛剛Roy問我說 那蛋餅是什麼 我就說那就是蛋加餅 就變蛋餅 對 它就懂了 所以它的那個紅紅其實就是花青素 花青素 它最抗氧化成分就是在那個紅紅的地方 而且有些食物可以用這個當染料 如果你做湯圓有沒有 對 或做蜜條 我來幫你操控好 謝謝 好像差不多了 好 其實這個紅色啊 小朋友都可以刺激食慾 對 真的嗎 我們做完了 今天就是做那個甜菜跟果汁 不是啦 不能做甜菜跟果汁啊 好 我們接下來好玩的地方 那你這個碗要借我 你把這個拿起來 我們就把甜菜跟 倒出來 倒出來 這個給你拿 好 然後這個給Rachel拿 然後你們幫我倒進來這邊好不好 全部倒嗎 對 全部倒 好 不用受 這樣就不行 OK 我們就是把它跟麵粉 跟太白粉混在一起 好 好 換Rachel囉 麵粉 太白粉跟甜菜跟的比例 大概是怎麼樣 就是剛剛那個列在那邊 三分之一的比例 我們就把它攪均勻 來 你試試看 我覺得你對小孩滿有內心的 真的嗎 謝謝 我覺得我跟小朋友講的語言是一樣的 就是我們的邏輯跟幽默感都差不多 所以 好 換Rachel攪攪看 換Rachel攪攪看 這樣就有點粉紅色的感覺 就沒有那麼可怕了 對 好 最後拌出來 其實你希望那個厚度是大概這樣 是有一點點小小的稀稀的 但又不會太稀的 對 它就有點像做鬆餅的時候 麵糊的那種感覺 對 所以我們可能要再加一點點的水 然後就要熱鍋 對 然後熱鍋 是平底鍋嗎 平底鍋 對 然後要提早熱 因為其實那個溫度要夠高 但是你油又不能放太多 你放太多它會整個 對 然後呢 上面可以把油都塗得很均勻 像我自己有時候就會用那個刷子 刷整個鍋子 就是那種 前面像是那種軟軟的那種刷子 把它刷一刷 就是或者如果你沒有那個刷子 我自己發現其實你可以用奶油 然後你可以用那個 就是一般的那種 廚房餐巾紙 餐巾紙 然後這樣抹一下 接下來把這個麵皮放下去之後呢 麵皮的部分呢 你可以看到它旁邊開始翹起來的時候 你就可以用那個鍋鏟 然後稍微 對 確定說它下面沒有黏住 然後就這樣 翻起來 對 翻起來之後呢 它就會長這樣子 好漂亮喔 對 沒錯 這是我剛剛在問題 這是我剛剛在問題 那針對於甜菜根呢 其實我們今天要來問問大家一個小問題 大家 電視機前的觀眾朋友也可以跟著選一下 然後來試試看你有沒有答對 甜菜根的紅色 剛剛營養師有提到的是花青素對不對 對的顏色 那夏立的何者 較含豐富的花青素呢 A是蔓越莓 B是杏仁 C是櫻桃 大家猜猜看 A是蔓越莓 B是杏仁 C是櫻桃 大家猜猜看 我覺得妳 我這樣子選 就選我想吃的東西 櫻桃對不對 妳選櫻桃 好 恭喜妳答錯了 最上面的那個嗎 妳怎麼知道 對 最上面那個是蔓越莓 對 下面那兩個 不是 那就是上面的啊 對... 它是以三圖法對不對 太棒了 所以是蔓越莓 含最多的花青素 對 其實花青素 其實它是所謂的顏色呈現 確實會比較呈現 就是像這種紫色 紫紅色 比如說像蔓越莓 櫻桃 大家一看就知道一定會有 對 但是裡面最多的其實是蔓越莓 100克來比較的話 但是很特別的 杏仁裡面也有 所以依序排下來的話 蔓越莓最多 然後再來就是杏仁 再來就是櫻桃 所以杏仁是白白的耶 對 所以它其實 分青素裡面也有 對... 其實杏仁外面那層皮 其實花青素的成分也滿多的 了解 所以如果妳要補充花青素 譬如說可以抗氧化 對 抗氧化 皮膚漂亮又可以保濕 然後對小朋友來講 又可以活化腦袋 了解 所以包括了蔓越莓 杏仁 櫻桃 其實三餐都可以吃 還有我們今天的甜菜根 其實也非常豐富 了解 好 上到一刻 原來杏仁裡面也有花青素 我們拿那個烤盤 烤盤在這裡 好 那你們一人做一個好不好 疊在這樣子 因為我們等一下要把它摺起來 像一個小小的 我把它命名為城堡 就是這個是它的基底 我好想吃 好想吃 我好想吃 我跟你說 等一下弄出來是更好吃的 對 好 所以我們要把番茄切成城堡的牆 那個 我們先這樣好了 OK 牆做下去 四個牆有沒有 把它圍起來 然後城堡 是不是會有那個 圍繞的那個 河 那怎麼講 好 英文叫mote 這樣子 我們就把它 護城河 對 我們就把這個鮪魚呢 變成護城河 護城河的感覺 好 中間我們就鋪一點 弄起司 起司就是我們的草皮 好想吃 最後這樣加在中間好不好 你把它放在這邊 好 放在中間 好近 再把它稍微移動一下 它就變成這種感覺 還滿美的 很漂亮 我看不到 就是有點像是 我們在外面吃那種高級菜 這麼厚之類會出現的東西 然後我們就把它包起來這樣子 對 好 因為我們還要拿去烤 拿去烤 這樣子就不用說 你還要煎蛋或什麼 對 因為就像我剛剛說 但是烤雲氣 這個就滿安全的 那烤的話 烤箱的溫度要多高 烤箱的溫度 應該要160度左右吧 然後你就先烤5分鐘 就差不多了 好的 我們來看一下成品 它最後就更加 超美的耶 真的超美的 好 你看最後它就變這種感覺 烤箱的成品超美的 感覺上上去的吐司對不對 對 而且感覺這個吐司 可以賣大概320塊 對 真的 可是你自己學會做 你就發現沒有那麼難 像這樣子的一個吐司 感覺很適合當早餐 就很適合當早午餐 伊莉幫我們分析一下 這個吐司的熱量 因為其實你看到它這個 早餐是做對了 因為它整個就是 因為它整個是蛋黃 它等於是提供優質的 蛋白質的來源 然後因為早上很難吃到蔬菜 最常吃到蔬菜 其實就是真的是大番茄部分 所以它又把大番茄 然後它的雞蛋又有油脂 可以幫助維生素A的吸收 所以早上如果小朋友吃這個 其實可以保護眼睛 然後又可以提振精神 然後如果媽媽一起吃的話 其實你有發現它有一個好處 就是它把這個麵粉的部分 有一半用甜菜根去取代 所以它熱量 可以減少1 3分之1的熱量 所以其實它熱量不高 但是它的營養價值 其實是滿分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很適合 就是比如說在假日的時候 其實小朋友也可以一起做 然後當成親子的早餐 了解 好的 LARA這一道用甜菜根做成的 像早餐三明治一樣已經完成了 接下來我們就看 四葉草會做什麼料理吧 接下來換的是非常可愛的四葉草 要幫我們做的是甜菜根糖果捲 你取的名字其實取得滿好 跟你的人很搭 製作單位取的 製作單位取的 很厲害 好 我本來想叫粉紅色冰淇淇淋 還是什麼 粉紅色冰淇淋 就整個很好吃 可是糖果更適合 來看看食材有什麼 甜菜根 高麗菜 豆干 豆芽菜 紅燒肉 花生粉 糖粉鹽 醬油 還有春捲皮 沒錯 我以為你做糖果捲裡面 全部都是加甜的 結果你竟然有加紅燒肉進去 我等一下可以解釋為什麼 就是叫糖果 OK 好 怎麼做呢 其實就是把所有的東西 都是大致上就是 就是切絲 切小小的一片一片的 對 因為到時候要包起來捲 高麗菜也是一樣 高麗菜也是切絲 對 怎麼覺得今天世界草做這個 只是用糖果的外衣去包裹一個 你知道嗎 對 就是婆婆媽媽會做的那種春捲 對 春捲 像那個夜市 夜市在賣的那種 你有老靈魂 對 沒辦法 對 然後就是切成這樣子 等一下要包起來 對 還有豆干 豆干 因為豆干有時候太厚啊 不要直接這樣切 就是你按著 然後就是分一半 然後先剖拌就對了 你在馬來西亞會做什麼料理啊 馬來西亞嗎 對 有一些涼惹的菜會就是跟著做 什麼涼惹的菜是什麼意思 像豆漿燜雞啊 豆漿燜雞啊 就是還有一些比較辣的醬啊 辣醬都是很多是自己自製的這樣子 對 然後所以就是切絲了再切絲就會變成這樣 對 主角來了 對 好不好 切一半 我們昨天吃白菜 最近會不會有點厚啊 你不要吐槽我小孩 對 你不要吐槽我小孩很厲害的 也是一樣切成絲絲的 你被小孩嫌說會不會切得太厚 真的 我被 天啊 我要回去再關閉多十幾年再出來 對 然後做完了之後就是 你一定要先放一點少許的油 然後呢先放甜菜根下去煮熟它 是 因為它需要比較長的時間 對 如果沒有煮熟的話它的土味會很重 對 高瘦跟高瘦一樣 然後呢就是放完這個時候就到 豆干 炒到一半的時候其實就可以放這個 因為它耐煮 對 然後接下來呢因為高麗菜它很快就熟了 你要放最後 對 然後可以先放豆芽跟這個 對 燒肉就放這 就是等一下包的時候再用 然後除了其他的東西全部一起攪拌 對 就是炒它炒七分熟就夠了 炒到七分熟就可以了 對 因為我們過後還要炸 OK 對 然後就是炒完了以後 放它在一邊 然後讓它涼了 就會變成 像這樣子 這樣了 喔 甜菜根 有豆干 就非常健康的 有高麗菜還有豆芽菜 把它炒一炒之後就變成這樣子 對 就是看你自己個人的口味 你想吃比較淡一點 那個醬油跟鹽就放少一點點 對 或者是加一點點少許的糖也可以 包這個是春捲 春捲 這個呢叫做花生糖粉 花生粉 對 就是基本上是花生粉加糖 對 對 你可以就是先灑一點在上面 對 因為呢 這個你炒了之後 有時候它還會有一些水分 是 因為我其實自己在炒的時候就是 想要它快點熟 嗯 所以呢我會加一點水 用悶的 對 用悶的 對 然後讓它乾乾了以後再拿出來 可是它有時候還是會有一點點水在上面 大家一定要把它炒乾 對 不然呢你這個 餅皮呢會就是濕濕的 它很容易破 是 了解 而花生粉呢你墊在下面呢 它其實可以幫忙吸水 把它放在中間 所以就是這樣子 糟糕 糟糕 那你幫我放 你要放多少片 一遍 好 好 什麼東西 不過我想要問一下以理說 因為我們其實很常會在 譬如說春捲類的東西 我們都會很常放花生粉 或者是說 我們吃那個叫什麼 豬血糕 對 外面也會裹花生粉 可是聽說花生粉 是不是不能放太久 其實因為花生粉 尤其是花生 就把它磨成粉了之後 第一個它容易超 因為台灣天氣其實滿潮濕的 所以容易吸到那種濕氣啊 其實第一個 如果你花生粉那種濕濕 然後濕濕的 其實第一個就要丟掉了 第二個就是如果你真的提前把它磨成粉 或是你在外面菜市場買回來 記得一定要放冷藏 那才比較不容易有發霉的一個問題 我一直以為花生粉不用冷藏 就是因為它乾乾的就放在外面就好了 對 但是它其實很容易有一些 黴菌的產生 所以其實建議還是放在冷藏的部分 好 所以觀眾朋友可以跟我們來學學小嘗試 我們今天要考一個大家 花生粉容易變質 然後需要保存 是因為當中容易產生什麼呢 A是黃麴毒素 B是大腸桿菌 C是肉毒桿菌 A是黃麴毒素 B是大腸桿菌 C是肉毒桿菌 花生粉變質 變質會產生成質 是不是也在跟小孩子聊得很過癮 我剛剛是在畫圖不好意思 我也是 黃麴桿菌是什麼 黃麴毒素 好 答案是什麼 答案是A 黃麴毒素 對 尤其是像在所有食物裡面 花生粉如果保存不上 最容易產生黃麴毒素 它最容易產生所謂 如果你這樣長期吃的話 很容易產生所謂的肝發炎 然後造成所謂的肝癌產生 所以我們國人很多是有肝的疾病 有沒有 所以如果當你有逼肝的人 或是逼肝代言者 其實我們會建議 第一個真的要少吃花生粉 所以剛剛其實事業草這個 我們可以用一點點的那種 堅果把它磨成粉 對 然後就不要夾花生粉 就是用堅果 然後磨成粉灑進去 可是所有的花生粉 我們建議都是放所謂的冷藏保存 為什麼 因為12度C以下 黃麴毒素它不會產生毒素 它雖然會發霉 但是它不會有毒素 那意思就是說 我們可以吃發霉的東西 但不要吃毒素了 小朋友建議還是 不要吃發霉的東西 可是問題是花生粉 有沒有發霉其實看不太出來 對 所以其實 那怎麼辦 就是說你要嘛就是把它 就是真的是新鮮的磨成粉 要不然就是你買的時候 現在有些花生粉 它有真空包裝 對 然後你就是買真空包裝回來 然後就放在冰箱 對 直接放在冷藏 那花生糖也很容易有 所以如果家裡喜歡吃花生糖 還是要放在冷藏 是 好 摸摸摸摸 這個這樣子 對摺對摺了以後對不對 對 好 然後對面你先摺一半 摺一半 好 然後呢 然後呢 對啦 對 就是這個是麵糊 對 然後就是放一點 讓它黏著 因為這個還滿重要 要不然等一下放下去炸的時候 怕它會就是 散開 對 那小孩子天啊 天啊 我這個時候在做什麼 天啊 我覺得她下次會講陰藥了 真的 她下次會告訴你說 我都不用來了 現在感覺很多花青素 對 然後其實就是 可以給小孩子玩 就是要做什麼樣大小 或者是要包一個糖果的形狀 了解 好 做成像這樣子 像春捲一樣 你就要把它放下去炸 對 然後就是 其實如果要不要那麼不健康的話 其實可以就是半煎半炸 就不要放那麼多油 然後在最後的時候開大火 讓那個油溢出來 要不然它會很吸那個油 這個是我剛剛就是 為了配合製作單位的那個 糖果是不是 糖果的樣子 對 然後我剛剛就試了去做這樣子 其實是可以的啦 所以這就叫糖果捲 是因為這樣子來的 而不是裡面是包糖果 好 那你最後呢 要裝什麼 美乃滋 對 美乃滋是什麼 美乃滋就是一種甜甜的東西 喔 把它裝什麼 我覺得這小朋友會中耶 因為小朋友喜歡吃 美乃滋甜甜的 我最了解小孩子的心 因為你自己就是小孩啊 對不對 好 那個胃口還是很小孩 這個春捲就已經完成啦 就是糖果捲啦 那伊比幫我們分析一下營養成分 其實我覺得這一道 真的是小朋友可以一起互動的 而且它裡面啊 它剛剛用的燒肉 那平常我們如果做春捲 我們也可以用蛋皮啊 就把蛋煎成蛋皮 然後把它切成一絲一絲的 它其實補充優質的蛋白質 然後蔬菜的部分呢 它今天其實使用了 我們的那個豆芽菜 然後還有所謂的甜菜根 那它用了兩種蔬菜 還有高麗菜的部分 所以小朋友可以同時 攝取到三種蔬菜的膳食纖維 我覺得還滿好的 但唯一有一點就是說 如果你的油可以稍微少一點 然後用煎的 不要用炸的 其實我覺得它這一道 是可以當小朋友 拿起來吃的這種很好的點心 了解 而且我覺得四葉草今天重了 因為它上面加了美乃滋 可以說是非常心機的 因為剛剛Lara做的那個 就是上面只有一個蛋啊 然後那個蛋 蛋液又會流出來對不對 但就不曉得說呢 小朋友買誰的單 我們就來看看評審時間 好 今天兩位歌手要來PK 到底是Lara的熱出蛋餅會獲勝呢 還是四葉草的甜菜跟糖果卷會獲勝 接下來就到我們的 小小美食家的評審時間 那先吃這個 這個 有蛋蛋的這個 Rachel吃一口給一片解開 好 Rachel你不要用這個眼神看著它 對 Jasmine已經吃完了 它看起來像牛肉這樣幾口 好吃 好吃 真的喔 儀佩姐餵妳一口好不好 我幫妳切小小口 我覺得看起來就很好吃 Rachel怎麼吃到不要哭了 是看我的感動了 好棒喔 吃大口一點 它不要耶 那妳吃蛋蛋好不好 蛋蛋可以嗎 我怎麼發現小孩子好像接受度沒有很高耶 等一下 再問一次 Jasmine妳說好吃嗎 好吃 她說好吃 Roy覺得好吃嗎 好吃 Roy也覺得好吃 Ryan 儀佩姐為妳吃一口好不好 好棒喔 好棒喔 好 然後接下來我們吃一下第二道好不好 這個糖果春捲 第二道不好吃 對 怎麼可以這樣 怎麼可以這樣還沒吃 都還沒有吃就給妳再亂講 四葉草姐姐會哭喔 以後我就下去 四葉草姐姐會哭給妳看喔 好 是不是很好吃 好吃嗎 對不對 Rachel妳吃一口好不好 我幫妳弄 一口喔 妳看上面有美乃滋甜甜的 它吃東西好秀氣喔 再一口 小鳥餵一口 再一口 那個是甜甜的 甜甜的 好吃嗎 好吃 這個甜甜的妳要不要吃一口 不要 好 好 天啊 我怎麼覺得今天小孩有點飄食 到底是甜菜根的味道還是 他們現在還沒開胃呢 早上啦 還沒開胃 所以我覺得甜菜根是一個比較複雜的味道 是隨著年齡會更愛它這樣子 因為我小時候也沒吃過甜菜根 小時候就覺得 可是我 我小時候都不吃甜菜根 對啊 那問一下怡里妳來預測一下好了 他們兩個人的料理 妳覺得誰會獲勝 我們往後沾一點點 我剛剛有吃他們兩個料理 真的是出乎意料的 還滿好吃的 真的 我覺得可以在家裡自己做 因為其實剛剛那個 我們剛剛那個甜菜根做的蛋餅皮 其實如果你仔細把它全部吃進去 它有一點像外面賣的鮪魚蛋餅 其實它吃不出甜菜根的味道 但有可能小朋友看到紅色的 比較想說有一點特別 所以可能剛開始第一次接受性不高 但我覺得它是營養滿分的一個早餐 剛剛四葉草它做的油炸的春捲皮 我覺得它會很受小朋友的喜歡 因為它加了很多美乃滋 然後再來就是 它吃起來 因為它剛好有放那個燒肉部分 它吃起來其實它是鹹鹹甜甜的味道 所以其實我覺得 它的東西可以當成小朋友的點心 也滿好吃的 就是要騙小孩子吃 妳也知道妳是在騙小孩子吃的 它是種蔬菜耶 對不對 對 那妳預測誰會獲勝 我預測會平壽耶 因為我本來是覺得它會獲勝 可是因為我剛剛有看到小朋友 有把那個餅皮吃進去 甜菜根有吃 對 餅皮吃進去 其實它鮪魚的味道 有蓋過那個餅皮的味道 所以其實我覺得它吃起來 有點像蛋餅 我真的覺得以理是非常會做人 因為妳預測平壽 那如果真的平壽 他們兩個才都能打歌 對不對 如果沒有平壽 假設是四葉草贏的話 那老闆就唱不到了 我就先走了 好 那到底是不是會平壽 還是誰會獲勝 我們趕快來投票 右邊是那個有甜甜的那個美乃滋的 左邊是剛剛很像蛋餅的那個 好 那妳去投票吧 好 那到底是不是會平壽 還是誰會獲勝 我們趕快來投票 右邊是那個有甜甜的那個 美乃滋的 左邊是剛剛很像蛋餅的那個 好 那妳去投票吧 果然投了美乃滋一票 對 肉依來 好 妳決定了嗎 那是哪一個 右邊是那個炸的那個脆脆的那個 左邊是像蛋餅軟軟的那個 好 投票 好 那換Rachel囉 果然人際關係很重要 對 所以我這一票其實蠻重要 因為她其實她剛兩道都沒吃完 她就是 她就是淺嘲 好 那妳去投票囉 妳知道哪一個是哪一個嗎 右邊的是那個脆脆的 對 剛剛依佩姐姐問妳吃 左邊那個是剛剛教妳畫蝴蝶那個人 那個 右邊的 好 去投票 謝謝 我覺得我有危險了 真的嗎 我有危險了 好 Jasmine妳兩個都說好吃對不對 那妳要不然我們選一個 妳自己最喜歡的 好 請投票 結果小朋友果然是被美乃滋收買了耶 真的 對 真的 真的那麼容易搞 不過其實兩道都很好吃啦 而且我在想喔 小朋友會投那個可能 第一個是因為美乃滋甜甜 第二個是 第二個可能是因為它酥酥脆脆的口感 其實因為小朋友喜歡油炸然後酥酥脆脆香香的 其實香氣有出來啦 然後我覺得其實LARA那一道其實是要真的慢慢咀嚼 它的味道才會好 是 對 妳其實那一道也滿好吃的 而且很適合就是 真的是營養滿分的早餐 瑞是妳的那個中食 對 它其實妳看她有去吃啊 對 它是妳的中食粉絲 好配合喔 好啦 不過呢 我們剛剛其實是開個小玩笑 今天兩位既然都來了 而且恭喜妳們都出單曲 然後還有發了新專輯 所以接著下來 就要聽聽兩位美妙的歌聲囉 LARA今天要幫我們帶來什麼歌曲 就是我的新歌 Where Do We Go 那四葉草要唱什麼歌 冷冷的聖誕節 好 來聽聽兩位帶來美妙的歌聲 衝動 既然愛上 何必倒流 停在彎曲的路上 失去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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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躺在研發的殘航 誰願坐著 Where Do We Go Where Do We Go Where Do We Go 分析了只剩共濟 Where Do We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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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中一個月以來令了 夢夢夢夢的不小心忘記了 第一次的 突然想喝熱熱的可可 令犢 什麼 Renaer 你是不是一個人 你像在外思念着 m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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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oh Merry Merry Christmas 往上太多的春合 不如回到家的温暖 Merry Merry Christmas Merry Christmas Merr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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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ristmas Jing a bell Jing a bell Jing a bell